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市九,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2年11月28日星期一 我这个视频只有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的内容是关于在香港黎智英违反国安法的犯罪的案件 将在12月1号进行开庭审理 但是在此之前黎智英又耍了花招 他要聘用英国的御用大律师来为他代理这个案件 那么他的这个行为立刻就受到了香港律政司的反对 但是香港的法院层层审理 一直到最后今天法院做出来了判决 说是黎智英可以使用英国的御用大律师 这件事情引起来了巨大的争议 详细的情况我们一会儿来进行讨论 那第二方面的内容呢就是具有更大争议 更大轰动性的就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在中国多个城市多个大学出现了强烈的游行抗议示威的情况 那这个事情的详情呢我们一会儿来讨讨论一下 好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香港的这个情况 我刚才已经说了啊 因为黎智英前面的时候呢 他有好几项罪行已经被确认的罪成 包括他参与非法集会呀 组织非法集会呀 还有商用物业的使用欺诈呀 这些呢都属于比较轻的罪行 所以呢黎智英也没有玩太大的花样 那么在最后就要审理他违反国安法的这个重罪的时候呢 他现在开始赋予顽抗了 他聘请了英国的御用大律师来为他进行辩护 我刚才已经说了啊 律政司提起来反对之后呢 这个黎智英呢就上诉 经过香港法院层层的裁定 到最后呢今天就判决的结果就是 准许黎智英聘请英国的大律师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非常的荒谬的 你可以去看看这些国家 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允许其他国家的律师 在他的法庭上出现吗 还别说是其他的国家了 你就是在美国也好 在加拿大也好 其他的国家呢我不说 加拿大呢发放律师执照啊 是各个省发放律师执照的 你一个省的这个律师啊 你拿着这个省的律师执照 到另外的一个省你都不可以出庭 之前的时候呢 我曾经还得到加拿大安省的 法律顾问的执照 但是我那个法律顾问到了曼省以后呢 就不好使就作废了 有很多的执照如果你是省发放的 你到另外的一个省就不好使 包括加拿大的医生 医生如果你在安省得到了一个执照 你到曼省或者到BC省或者到任何的一个省 你都不可以开证所 任何一个地方的法律呢 只能由当地人来进行讨论这个法律的问题 它并不涉及到外国人 香港真是非常的奇葩 竟然还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香港的法官竟然还能够说呢 这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问题确确实实 这个香港版国安法里面呢 并没有具体规定 到底外国的律师可不可以来代理个别的案件 所以呢 现在这种情况 香港的律政司 也就是相当于司法部或者检察院 那么一个级别 是代表公众提起这个公诉的 这一方呢 就认为是绝对不可以的 包括香港那些个法律专家 以及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那些专家 他们都认为呢 这是荒唐的 这不应该被允许的 但是呢 他们又找不出来什么根据 所以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 他今天就正式的向中央政府提出来了一个报告 同时也向全国人大提出来了一个请求 请全国人大对这个香港版国安法进行这种司法管辖的解释 因为一国两制的东西呢 在中国他就是一个创新 没有之前的经验教训可借鉴 用邓小平的话说呢 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那你要摸着石头过河呢 你难免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本来呢 邓小平他提出来这个呢 是相当伟大的一个构想 但是呢 往往我们想不到一些人心的险恶 想不到美国等西方这些反华的势力 他们有多么的疯狂 他们是无孔不入的 不断的给你制造一些麻烦 但是他制造麻烦也没有用 香港呢毕竟他是中国的香港 对香港的管理如何进行 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这都是中国他自己的主权问题 自己的内政问题 谁也干涉不了 正向香港这个修理风波 发展的就是不可控制的那种情况之下 中央政府呢 果断的推出了这个香港版国安法 而使得香港呢 游乱转制 那么黎智英这个案件呢 原定于12月1号开始开庭审理 现在呢 香港律政司也申请了这个案件呢 延后进行审理 这个事情呢 在香港是相当的轰动啊 这个黎智英一方 还有那些反华势力呢 就觉得说 哎 现在呢 他们又会取得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可是呢 他们就打错了算盘 我刚才已经说了啊 这是中国内政的一个问题 不会允许任何的外界插手 香港版国安法里面 就有这样的内容 黎智英这个罪的本身就是 他勾结外部的势力 来破坏国家安全 这是非常讽刺的 那么他现在再一次的 又勾结外国势力 他这个图毛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 这个黎智英呢 也是非常天真 好 这是我这个视频的第一项内容 第二项内容呢 就是关于这两天 中国呢 多地多所大学 所发生的这个抗议示威活动 甚至呢 这里面出现了暴力的情况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应一个网友的要求啊 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作者呢 就是一个坏头道 之前的时候 我也多次跟大家分享过他的文章 他的这篇文章呢 就是关于现代中国的这个抗议的情况 还有这次的所谓的这个抗议示威活动当中呢 有一些人就声称说是呢 他们是为苍天说实话的 那么到底是谁在为苍天说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个坏头道 他这篇文章是如何进行剖析的 土豆说是封控还是放开 今天我第一次不做结论 因为这个阶段大家都很难 但无论怎么做 都会有个体不可避免的遭遇问题 这本是电车难题 那么任何最终的结果 都会有被只为苍生说人话的人的猛烈抨击 只为苍生说人话 这没有错 但是我希望不要忘了 2019年年底 疫情之前 中国的人均寿命是77.3岁 经历了三年病毒的洗礼之后 在全球寿命下降 争着减负省下养老金的前提下 中国的人均寿命77.93岁 每个人提高了0.6岁 也就是半年以上的时间 摊在14亿中国人身上 就是7亿年 那么支持中国政府 是不是在为最多数的苍生 宰说人话呢 首先 对火灾中不幸遇难的同胞 深表哀悼 接下来要说的是 在悲剧发生后的短短几个小时 大量的谣言甚嚣尘上 如被传的有鼻子有眼的楼洞被锁 房门被铁皮封死 尽管以上被证实纯粹子虚无有 但这些信息已经被疯狂的传播 我浏览了一些平台的帖子 大约有30%的帖子 直指一个原因 都怪抗议 一直以来 我是坚定的支持动态清零的 但是这一刻开始我也犹豫了 我不仅想这样抗议下去 还有什么意义 因为非常有可能再过一个月 无论发生任何灾祸或者不幸 哪怕火山或者地震 所有的源头都会被大量的人认为 只有一个 都怪抗议 可惜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 如此庞大的基数 不可能保证人人幸福 那么抗议就一定会有错 这让我想起三年前 面对疫情 特朗普的应对措施一塌糊涂 民怨顶沸 特朗普天才一样的想到了一招 以不变应万变 都怪中国 然而 推诿和甩锅 解决不了任何实际的问题 特朗普的小聪明 根本挽救不了 他被逐出白宫的命运 目前的抗议 根本上就是如电车难题一样的 两难选择 无论怎么做 都不可能出现皆大欢喜的局面 因为病毒新的变种 隐蔽性极强 感染力极强 我们根本找不到 可以既要也要的完美解决方案 未来会怎么样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 2020年3月 面对疫情的到来 英国首相鲍里斯什么都没做 却发表了貌似闪耀人性光辉的演讲 里面有一段原文如下 英文我就不给大家读了 翻译成中文呢 就是疫情肯定会进一步蔓延 我必须对你们坦言 对英国民众坦言 将会有更多的家庭 失去挚爱的家人 即使是崇尚自由的西方学术讲 在当时也对 鲍里斯的演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因为悲剧本可避免 他却无所作为 依然让英国接受疫情的冲击 采取消极防疫 他这么做不要紧 关键他还说了出来 连个样子都不装 我们最难接受的是 悲剧本可避免 但却依然眼睁睁的去面对 不可改变的命运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无论做出任何的选择 都会造成不幸 在宇宙中 病毒的历史远远比 人类久远万倍以上 直到1937年 人类才在电子显微镜上 看到了病毒的面貌 到今天为上不足百年的时间 我们的科技手段 要真正取得对病毒的胜利 还非常有限 迄今为止 人类也不能完全的消灭病毒 而只能通过提升免疫能力 或者部分药物来抑制病毒 与大自然的斗争 从来没有说一定能胜利 这一次对新冠病毒的战争 如果说胜利 2020年4月8日 武汉解封的那一刻 中国已经取得了完胜 但从美国和印度沦陷的那一刻 这场人类对病毒的战役 人类已经输了 可惜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是人类的一部分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 不过几十年的光阴 随时会可能发生不幸 但一个文明社会的基础 是如何让人有尊严的走完一生 如韩国四月号轻浮 韩国政府不管不顾 看着整船的学生去死 样子都不做 这是一种选择 如中国三峡游轮翻船 中国调动大量的人力物理 甚至不惜三次调节大坝的流量 就是为了微弱的希望 哪怕能够救一个人 最后悲剧依然无法避免 但这彰显了我们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 这也是一种选择 老人创造的价值是有限的 甚至在经济学上是负质 如日本瓦罐坟 将老人背到山上去自生自灭 甚至沦为野兽的食物 这是一种态度 我们坚决抗议 在全球忙着甩腹的时候 就在这三年通过不懈的努力 将人均寿命逼近到78岁 主要健康指标 在全球中高收入国家中 已经位列前列 这也是一种态度 未来会怎么样 我第一次说 我也真的不知道 人类在面临不确定的危机与困难的时候 往往喜欢去找悲割侠 或者一厢情愿的认为 只要解决某个问题 就可以一劳永逸 就如同700年前 欧洲黑死病蔓延 当时的人类技术 根本找不出针对对抗病毒的方法 于是怀疑的矛头 对准了欧洲社会的一类犹太人 因为愚蠢的欧洲人认为 是犹太人组织在水中投毒 才导致了这场大瘟疫 于是城里的犹太人被赶尽杀绝 欧洲各国开始审讯 并且得到了他们所想要的供词 然后将城里的犹太人全部抓起来 剥光衣服 集中赶进一处房屋烧死 而对于民众而言 出死罪恶元凶 以正义与神的名义 每个行动的人都感受 仿佛沐浴在荣耀之中 民众的疯狂 创造出一个比地狱更加可怕 黑暗的世界 事实上 是不是犹太人干的 根本没有人在乎原因 大家只需要一个情绪的宣泄口 或者大家意向情愿的沉浸在幻想当中 只要干掉了犹太人 问题就能解决了 就如同今天 有不少人认为 只要不封控 一切就能好起来了 可惜 这仅仅是单纯的幻想 如果真的那么美好 建议搞封控的 岂不是傻子吗 全球各地的状态 已经告诉了我们 在短期内 医疗系统必然受到严重的冲击 一个月的时间 一定会爆发灾难 而从长期来看 长新冠效应会让人反复感染 对经济产生重大的冲击 但是人们总会在困境之中 有一种幻想 让我们只要怎么怎么样 就能怎么怎么样 我曾经写过关于经济的几篇万字成文 在未来的几年 我们都会比较痛苦 这不仅仅是舒尔茨说的 欧洲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 而是全球经济都面临着科技发展 乏力所带来的增长放缓 对于中国而言 更是因为地产 移动互联网 中低端制造业三大红利 基本已经吃完 很难再取得奇迹一般的增长 未来数年 我们将在芯片 发动机 工业母机等基础领域持续发力 这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 但这些项目投入大 周期长 短期内并不会对消费端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如中国的太行发动机窝扇石 推力超过14吨 已经逼近全球最先进的技术了 我们在发动机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中国飞机的涡扇发动机问题的解决就在眼前 这是多年历经图斥的成果 但是这些基础项目 和十年前的移动化联网项目完全不同 依靠商业模式的创新 就能带来数千亿的投资 并解决大量的就业率 现在拼的是硬实力 想在短期内马上产生经济效应 或者大量的就业率 同样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未来 我们需要经过数年痛苦的爬坡期 才能迎来一个新的飞跃 日子不会如原来一样好过 但这是问鼎科技之巅 必须要走的路 那么这段爬坡阶段 可能有任何的不顺 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认为只有一个结论 都是抗议惹的祸 是封控还是放开 今天我第一次不做结论 因为在这个阶段大家都很难 很多人很难 国家也很难 因为无论怎么做 都会有个体不可避免的遭遇问题 那么就会有被只为苍生说人话的人猛烈抨击 只为苍生说人话 这没有错 就如同美西方集团死了那么多人 还要去遛狗 生怕狗子闷坏了 那么去送给美国唱赞歌也没错 毕竟狗也是生灵 也是苍生啊 但是我希望不要忘了 2019年年底疫情前 中国人均寿命77.3岁 在经历三年病毒的洗礼 全球寿命下降的情况下 中国人均寿命达到了77.93岁 每个人提高了0.6岁 也就是半年以上的时间 摊在14亿中国人身上 就是7亿年 那么支持中国政府是不是 在为最多数的苍生说人话呢 巴西全球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之一 最近总统当众气不成声 因为有1.2亿人陷入了饥荒 吃不饱饭 我们的人口远多于巴西 我们的耕地远少于巴西 但是就在这三年的时间 我们消灭了绝对贫穷 但凡有人吃不起饭 那必然是震惊世界的头条 那么支持中国政府 是不是在为最多数的苍生 在说人话呢 支持中国政府并不表示 支持部分地方政府的行为 我一贯反对 过度的防控与一刀切 今天发这篇文章 也并非指责那些要放开的人 因为我知道在目前这个环境下 不少人也确实扛不下去了 对于个体而言 这都没有错 我本篇并不做任何结论 无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我都会支持 因为根本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我只想说 无论结果是什么 我们已经交出了最好的打卷 已经做到了最好 无论我们最终的选择是什么 我们已经全力以赴 这就是一个坏土豆 写出来的最新的一篇文章 这里面包含了新疆的大火事件 以及社会对新疆的大火事件的 这些争论 但是里面并没有包含这两天 在中国多地所发生的 校园的这种抗议 那么下面呢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这次所发生的校园抗议 这次的抗议呢 让好多的中国人感到害怕 因为呢 它看起来像极了 1989年的动暴乱的前期 而且呢 我们知道 1989年的动乱呢 非常的危险 差一点就把中国带向了分裂 带向了和苏联集体一样的 那样的分裂 但是呢 我想告诉你 不必害怕 不必害怕 现在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推特这个平台呀 是反中的大本营 是反中人士最集中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在推特里面 看到了很多人发的那些一个视频 从那个视频上来看 这次的抗议呢 是发生在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 云南 还有武汉 这些地方 那么在这里面呢 北京这边呢 即便是那些反华势力 他们所说的呢 说北京的亮马河地区呢 聚集了上千的民众 但是呢 我还看到同样都是 反华媒体所公布的 说是四百多年轻人聚集了几个小时 他们在喊 我们都是新疆人 说当时呢 有警车停在附近 这就是关于北京亮马河的这个报道 很显然呢 就是如果说是四百多人的话呢 他们在星天晚上在那聚集几个小时 聚集了几个小时 也没有报道警察怎么样 他们 那么后来他们也就解散了 然后呢 就是聚集的人最多的 就是上海了 上海的人呢 都聚集在乌鲁木齐路 上海有一个乌鲁木齐路 他们都聚集在那里 为什么聚集在那里 这很显然嘛 对不对 就是说哀到那些乌鲁木齐大火里面死伤的人嘛 这件事情啊 全世界都知道 那些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哀到乌鲁木齐大火里面死伤的人 而是呢 借机生事 就是以这个为借口 那么在乌鲁木齐路呢 这些人的聚集呢 我放眼一看呢 也是几百人 顶多有一千人吧 我们可以来算一下哈 我看到有一个女孩啊 就跟着喊啊 说是要什么自由 要言论自由啊 你说你们都跟着 以这种方式跟着喊了 你们还没有言论自由啊 你还要怎么自由啊 对不对 那么有的人就提出来说呢 说我如果不发声的话 我对不起人民 我就是想请问哈 我就想请问 西方国家的国家领导人呢 总是在统计他们是多少人支持他们 多少人反对他们 对不对 那么你们这些反对的人 我们来算一下 我们来算一下 北京有四百多 上海呢 看起来好像多一点 咱们假如说它有六百多啊 加起来有一千多 其他的那些地方有多少人 我看到什么云南大理那呢 就放眼一看啊 也就十几二十个人 对吧 你这样起来有多少人 你用14亿来除一下 你想想看 你是占多大的一个比例 你到底在为谁说话 啊 说你要不发言 你对不起人民 那个人民是谁 那个人民是谁 对不对 你们在伤害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 你们这些人都是被西方所利用的一些傻叉 一些傻子啊 自己还觉得自己是精英似的 我看到有的人呢 就在那质问的警察呀 说你们合着是有工资拿有饭吃 你知道吗 我们封控以后呢 我们都没有工作做 我没有工作 我没有收入 这一个社会啊 你知道不知道 他有一个失业率啊 他有一个失业率 一个社会当中呢 他一定是有这个失业人群的 那还有另外的一个名称 叫劳动力储备 叫劳动力储备啊 一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呢 不在于你有失业的人群 而在于你没有失业的人群 你明白吗 没有失业的人群更可怕 这是为什么西方国家 他就老是搞很多的移民 他骗人 我移民到加拿大之前呢 我被告知说 加拿大特别的缺人 当时呢 我没有天真到说 哎我出国以后 马上可以当一个法官 或者是当一个律师 但是呢 我当时我就想呢 我老公是一个高级工程师 我想我老公一出国以后呢 马上就是一个高级工程师 然后靠他自己完全可以养活我 我就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个居家太太了 啊我非常天真 我来了以后才发现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我知道现在才明白 加拿大为什么他没有工作给我们 他还要搞那么多移民来 加拿大今年又调整了他们新移民的人数啊 未来的三年 加拿大要吸收新移民150万 平均一年要来50万人 加拿大没有这么多工作机会的 为什么呢 就是要有这个劳动力的储备啊 一定有人没有工作的 一定有人失业的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看到 即便是海外的反华势力 他们所发的这个视频啊 我仍然是看到了 在武汉 那有一些人就沦为暴徒了 他们就把那些防疫所用的那些隔离的那些板呢 上去全都踹倒 还有呢 我不知道那个栏杆是通向哪的 我不知道是政府部门还是什么 他们就使劲就摇望那个栏杆 把那个栏杆呢 全都给了推翻了 那栏杆不是说马路上的隔离堆啊 而是大院的那种栅栏呢 都给推倒了 这些都是暴徒的行为啊 说实在的 中国政府啊 对待民众的这些发泄不满的这种行为呢 是相当宽容的 相当宽容的 我经常在我的视频里面说 你就对比一下 香港冲击立法会的那个暴力程度 还有美国在2020年1月6日冲击国会的那个暴力程度 哪个更重一些 很显然是香港嘛 但是香港抓了几个人 啊 香港没抓几个人 而且判刑呢 也非常短 但是美国呢 美国冲击国会的那件事情呢 我上一次查 他已经是判了800多个人了 800多个人啊 你觉得梁马河那人聚集的挺多的 你觉得上海聚集的人挺多的哈 那个都不到800 你可见美国就是冲击国会的那一次 他是判了多少人 判了多少人 还有呢 就在现场被打死的那个前美国的军人 那个女的 她怎么被打死的 她就在那摇那个门的时候 她摇摇摇摇那个门 上去一枪就给你干到 是不是 中国政府说实在 对于这些人 这些反贼们 他的宽容程度比美国要强多了 就是给他们的自由度太高了 其实这些所谓的这些抗议啊 海外即便是美国社会的美国人 那些白人 也是对这些人呢 视为人渣的 美国人怎么看待那些人 那次呢 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哈 他就是望他们 我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 往那儿破漆 然后呢 就怪了怪气 打扮的怪了怪气 然后就开始跟那儿演讲 我就看到人家留言的人 人家都怎么说 一方面呢 有些人就说 为什么这些一天到晚的 反这个反那个的人 都是看起来怪里怪气的人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人家很多人就是说 政府就应该立法 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他们这么做 本质上就是 坏人以合法的方式来做坏事 这叫抗议 抗议的本质就是 坏人以合法的方式来做坏事 发泄 我刚才所读的坏土豆的那个文章 社会当中 他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满意 他一定永远都有那不满意的 永远都有 如果你以某些人不满意 就说这政府是一个坏政府的话 那永远都没有好政府 永远都没有 如果中国政府 玩阴子的话 现在就应该顺势 就把这个抗议政策取消 现在就放开了 就跟加拿大政府似的 加拿大发生的那个 大卡车司机去抗议 加拿大政府就取消了 不管了 可是现在加拿大呢 新一波又来了 很多人就要求政府 赶紧恢复赶紧恢复 中国政府如果是跟加拿大政府一样 顺势就把这个全都取消了 这些工作全都不做了 那么后面再出现 如果有人死亡的话 或者大量的人死亡的话 就把这些责任归咎到张文宏们的身上 对张文宏们进行审判 原来你只是一个寻衅滋事罪 现在就判你故意杀人罪 但是呢 中国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中国政府今天呢 三个官媒上面 发了三篇这个社评 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说 这个动态清零 要坚持下去 不能放松 不能放松 刚才我读的那篇文章里面 就有提到呀 对不对 这个人均寿命 中国经过疫情之后呢 竟然是提高了0.6岁 而美国呢 美国好像降低了一岁多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疫情呢 就是那些年龄大的人容易死啊 他们就让他们死啊 死了以后对政府多好啊 退休金不就省下来了吗 对不对 我一直在我的视频里都说过 他应该冷静 不要人云云云 不要受那些人的煽动 有的人说 不要遇到一个问题呀 就说是这个海外的煽动 就说是美国的煽动 你去推特里面看一看 那些人是如何煽动的 我还转发了一个人的 那个推特 那个人呢 他就截了一个图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然后他说大家都去把这个人找出来 到他们家去泼漆 点火 这不是煽动是什么 再加上这次 为什么一夜之间 这些人全都上街 喊的口号都一样 他们的方式都一样 拿一张白纸 这就是背后策划的人 策划出来的这种策略 这种方式 在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大学 告诉那些学生 同样的方式 如果没有人在背后 在这的策划和组织的话 可能这么一致吗 有一个网友告诉我 就在我不知道是上海 还是哪 现场就抓了一个BBC的记者 你BBC的记者到现场去 一定不是去报道的 去报道的 中国政府不会抓他 冤不了他 一点都冤枉不了他 加拿大还老说 之前就是加拿大抓孟晚舟的时候 中国抓的加拿大那两个人 加拿大说是冤枉他们 一点都冤枉不了他们 中国的国安肯定是盯了他们很久了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